啊 急診室外頭家屬跪地痛哭 5號中午24歲機車騎士 在台中大理被車輛撞飛之後 人又再撞上另外一輛車 撞擊力道大 安全報當場噴飛 舊屋車到現場 有不少熱心民眾協助傷者撐傘 疏導交通 另外一人傷勢比較輕 但是一名騎士失去意識 而且傷勢非常嚴重 但是他血好像也流很多 因為我看到他衛生紙也是都是血 他就跟我講他頭部有點變血這樣 然後我有點嚇到 我就倒退了兩步 24歲陽性男騎士 不僅頭顱內出血還粉碎性骨折 就連皮脹也破裂 經過醫院急救情況仍然不太樂觀 騎士剛從馮甲大學畢業 不只家人緊急趕到醫院 由於媽媽是國小的教師會長 所以學校老師校長接到消息 也趕到醫院 神情都相當凝重 經過三個多小時搶救 騎士在當天下午4點半 宣告不治身亡 家屬接獲二號久久不能平復情緒 就算招式駕駛後續賠償 也換不回寶貝兒子的性命